各位听众好 中国知名历史学家高华因患肝癌 在12月26日病逝南京 年仅57岁 高华教授生前任教南京大学历史系 着重研究中国现代史 是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的专家 其多本著作在海外出版 革命年代一书是唯一一本在大陆出版的 他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在香港出版后 被认为是中共党史著作的经典 但是成为禁书 高华教授病逝后 多位学者在网上撰文或留言追议高华 以示悼念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的张明教授 就是其中一位 在纪念文章中 张教授胜赞高华的成就 他称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佩 有的人著作等身 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高华很穷 其实富有天下 今天我们就连线张明教授 请他谈谈他熟悉的高华教授 张明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 高华教授过去 周五您参加了他的追导会 能不能请您谈一下当时追导会的情况 是三十号上午在南京参加了他的追导会 追导会是南京大学官方举办的 他有规模很大 历史系出来指导师 校长和书记都参加了 比我想象的还好 就是说去年导师很乏味 但是他并没有说给高华加一些 诸如说中党交易失业这样的一些套话 觉得还好 那天去了很多很多的人 从外地赶来的 还有好多数不相识的人都去了 在那个会场上大家都非常悲痛 当然我们这些人 就是我们这些外地赶过去的学者 有的像我写的基文 还有一些人写的一些发言 都不能在那念了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程序 会后我们自己又搞了一个追导会 搞了个小型追导会 完了我们在那个会上 大家就把自己对高华教授的感受 对他的气势的惋惜 完了我把我的记文都念了 会上我们都做了 就是做了一个弥补吧 因为在这个会上 可能大家可以说点心理话 他就是高华教授的这个指导会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南京大学还有一点不错 他这回好像承诺吧 高华教授他这四年多 四年半 滋病的 很多原来不报的费用 可能都会爆掉了 就是我觉得 就是追导会开完之后 得一些消息感觉还是比较正面 就是他们至少还是 对高华的遗伤啊 还是有一点交代吧 至少反正我还比较 还有点欣慰 您称赞他 有的人著作等深 却不及他这一本 《红太阳》是怎样生起的 这个对高华教授的成就呢 其实我是没多少值得评价 他的代表著就是那个 《红太阳》怎样生起的 《严安整合运动》的这个 《来龙去脉》这本书 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之后 就是印象很大 一直到现在就是 一直都畅销不算 其实买他书的人 看他书的人已经远远不只是 这个学者 学界了 就是很多人都在看 什么商人在看 律师在看 还有这个一些官员也在看 学生看了就更多了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研究这个方面 它这个中共档案没有开放 很多资料都密封的 而且这个这样的研究 在我们这个大陆学界是不会允许的 它是个禁区 第一个资料很难找 高华实际上花了很长时间 大概十年功夫 就是收集就是 从这种开放的部分的档案的披露 完了还有一些就是公开的材料 回忆录啊 日记啊 当时的报纸啊 这样的一些材料中 溃击出来 做得非常难 这个过程非常艰辛了 不光是艰辛的问题 就是说当时出了以后 你就不知道哪去出版 而且如果是在海外出版的话 你就在国内就有风险 它是一个吃力不讨好 而且还有很大风险的一项学术研究 所以这个高华 他的成就在这里 就直接上他把这个 就是中共崛起的这个机密 给揭开了 把毛泽东怎么样 通过政治运动 这种惯用的这种方式 这种法宝啊 怎么样确议他的个人权威 个人崇拜 建立个人统治 这样的一个秘密也揭开了 这种揭开是建立在 坚实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 出来以后 也没有人可能剥得了 就是说高华先生 这本书的时候 根据的材料 都是中国官方公开过的 所以从这个资料来源上 不能对他提出质疑 从他的权威性 不能提出质疑 你不能提出质疑 你不能说我泄密了什么的 没有 他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去查那个官方内部档案 他是让这个当局很尴尬 但是没什么办法 所以高华先生呢 这个成就是我们当然说 我也做过中国男士 就是我们这些人是真是觉得 就是非常非常钦佩 他的而且他的文笔很好 就是说他的著作 其实是很多人都能看懂 可读性很强 可读性很强 尽管是在海外出版 但大陆其实有 就是很广泛的这个流行 就是他确实是让他们说 不是红太阳升起了 是红太阳落下来了 就是他的作用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对打破这个毛的迷信 毛的神话 它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所以说我就说 他的成就是怎么估量 怎么都不过分 高华教授的为人也令您很钦佩 其实这个我们俩这个认识 也就是定交也就不到十年吧 我们俩来往的很深 他对身边的人他都知道 他最好的朋友之中肯定有我一个 他最后临时去前三天 就是二十四号 我还在担惊 就是藏惨了一次 就说他实际上他这个人呢 现在这个学者呀 我们其实很多包括历史学者 他身边都会选择一些 不住宽地区的研究 甚至让当局很高兴的研究 做这样的研究 他就是有钱 有课题 有职称 有什么荣誉 什么都有 荣华富贵都有 即使是说你不想这么荣华富贵 你可以回避 就是我们可以做点别的 没有多少人去愿意碰这个金区 你想担惊受怕的 然后你还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人格 说这样的建设 他就为了学术良知嘛 在现今的中国 这么一个铜臭味 铜臭熏天这样一个学界 一个社会里头 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坚守是多么难 实际上他还不是说 他说仅仅这一方面 实际上他对同事 就对朋友 他对学生都非常非常好 中病的时候 还在给学生改论文 他说你看 我这个学生做了 四个碗子的论文 我让他弄两个册 我在从床上看起来累 就还一生一大册 哇 砖头一样 就是一页一页给他改 听过他的课的人 每个跟机器接触的人 对他印象特别特别深 高华教授 他在为人智学上 我觉得他是和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物 对 而且他很儒家的 有很愚魂的 时代夫的风范 他待人都是温文尔雅的 特别有礼貌 这个其实很难得 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一种教养型的一种 对人很有礼貌 玩得又很真诚 互相之间讨论问题 又很直率 他从来不会说是什么 说些套话呀 这种根本不会的 所以就是他是一个很真的人 但是又一个非常 具有儒家气质的 这样一个学者 他们有人说是 他是把儒家气质和这个 时代夫气质和这个 自由主义结合得 特别好的一个学者 高华教授在生活中 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 那么这和他 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研究 是不是有什么内在的关系 当然就是我们这代人 都经过很多坎坷 不是说他受的罪 比别人更重 其实他也是受了不少罪 但比他受罪更多的 也不是没有 他是本在我们一个时代 就是我们这代人嘛 我们都有这种共识 就是我们这代人 是英哥过来的 而且从英哥结束之后 上大学的 就是第一代 第二代大学生 我们是有责任去 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 这是我们作为 作为这代人的 这样一种信念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作为一个学者 你研究什么 你要本的良知 你不能说谎话 你不能说掩饰的话 你不能说套话 他是什么不是什么 就是求真的这样一种 一种基本的这种信念 本的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 其实有这样的信念的人 也不是一个 但是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 像我们这代人 他经过过那个时代 实际上他有一种 很深的恐惧感 就是你也不知道 恐惧来自于哪 一定是就是很恐惧 无所不在的 就像魔鬼浮体一样的 就是恐惧 其实我也知道 高花生 他也有这样的恐惧 他确实也非常的 经常非常害怕 但是尽管害怕 他还在坚持下来的 他一重来就没有 后悔过他的选择 就是他能撑下来的 这个原因就是说 这个信念 我们要不愧于这代人 我们要不做的话 别人可能做不好了 而且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们应该把这个做 因为我们有这个义务 把它做好 就把我们时代 知道的事情 把我们时代的 这个历史 把我们经过的历史 把我们经过的这样一个 那种极权经历的历史 把它展现出来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 心相通的 但是我特别能体会到 高花这种心态 这种心境 这个东西说是容易 但是你要做起来 这种年复一年 像十年磨一剑 当年他在做这个时候 仅仅是一个 做是个讲师 住在一个桶子楼里头 桶子楼里头 就是全家人都住在 一个房间里头 他在晚上 他不能吵他的夫人 和孩子睡觉 他只能到 跟人共用的厨房里头 在一个小桌子上 然后在写作 就是一个20瓦的灯 从天房板上掉下来 就在这个 这样的环境中 完成了这部诅咒 你想想看 而且你当时 出版无望 也不能发表 一旦是出版了 一旦外部出版了 还带着风险 你想想看 怎么能把它坚持下来 这是真的很难的 您说高华很穷 其实富有天下 那我是这样解读的 就是贫穷是指 在生活经济层面 而富有是在精神层面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他 这个非常丰富的人 他也不是说 光会中历史 其实他很多东西都很关心 他精神世界特别的 特别的深 特别的广 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 你可能说他很儒雅 很文文雅 你可以说他很循音善诱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 很严肃的学者 都可以 他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人 关键是什么呢 他关键是说 他这个精神世界 他的境界很高 他不是为这些 很多人学者 就为这种眼前的这种 好处啊 眼前这种 就是功名利禄啊 眼前这种荣誉 鲜花啊 他就会很快 就被拉过去 就把自己的 原来的初衷给忘掉了 但是高华不是这样 他站得很远 他站着一个 很历史的 高的一个点 来看自己的事业 来看自己的作为 和来看 我们这一代人的作为 各位听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 本台采访 人大教授张明 请他谈谈 高华教授 本次节目 由艾瓦采播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视频 感谢观看